至於你說會不會令到我們日後有長期症的壓力 這個是必然的 當然這個要看日後的樓市 因為根據法例 我們的收購價是必須要以同區七年樓齡的價錢來計算 如果市場的樓市是一直向上升的話 可以預期我們日後收購的成本也會繼續上升 除非法例是有任何的修改